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 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 郭林宗求学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讲 郭林宗东汉名士 拜访袁凤高袁郎 一会儿就走了 但拜访黄书渡 逗留了好几天非常认真 觉得黄书渡这个人 太厉害了 先跟标书竹子竹句解释原文 郭林宗至汝南 郭林宗这个人 到汝南这个地方 造袁凤高 造就是拜访的意思 拜访袁凤高 车不停轨 轮不错愕 这个鬼是啥呢 就是古代的车 在泥巴地上 反复碾压 形成的这个道路的 这个车车 这个车还没有停到 这个该停的这个位置 轮不错愕 这个轮就是轮铃啊 就挂在马脖子上面 这个铃铛 这个马一跑起来 这个车哐啦啦啦响 恶就是套在这个马脖子上面 这个套头 这个连接马和车的这个连接界 也就是说啊 这个轮铃和车银 还没有卸下来 因为只有卸下来啊 这个马才能够吃一点草 才能够休息一下 这就形容啊 时间非常短 这个车还没有停到位置 这个马还没有休息啊 就撤了 说老元啊 哎呀 久仰久仰 然后走了 一黄书渡 一也是拜访的意思 拜访黄书渡这个人啊 乃迷日信素 迷日啊 就是迷 就是满 整个的意思 俗话说 日久迷心 就时间长了 觉得这个东西啊 特别觉得好 信啊 就是两天的意思 素啊 就是住了一个晚上 如果两个晚上呢 叫信素 拜访黄书渡的时候啊 哎呀 在他们家 逗留了 整整两天两夜 人问其故 别人问他呀 老郭呀 您拜访老元 一会儿就走了 但拜访黄书渡 怎么这么长时间啊 林宗曰 哎呀 书渡 旺旺如万寝之碑 这个碑啊 就是池塘 哎呀 黄书渡这个人啊 他的学问之声啊 有如汪洋大海 哎 一眼看不到边的 这个大池塘 邓之不清 这个邓啊 这个字啊 做动词的时候 就念 邓清 就是我想啊 把他这个水啊 让他上下分层 这个杂质 沉到底下去 这个清水啊 浮在上面 但是呀 怎么放 也放不清 为啥呀 这个水啊 太多了 扰之不拙 就用棍子搅呀 怎么搅 也搅不浑 为啥呀 这个底啊 太深了 不能够把底下的泥巴 搅上来 齐气 深广 如果啊 说黄书渡这个人呢 他的胸怀 他的学问啊 就像一个大锅一样 哎呀 又深 又广 难测量也 根本啊 就不知道啊 他的学问的底在哪 不知道 学问太深了 周子鞠长云 周子鞠这个人啊 也经常说 我十月不见黄书渡 我啊 如果有一整个月 没有看到黄书渡黄老师 则 笔令之心 以赴生意 我呀 哎呀 这个心里面 哎呀 都是觉得 学问非常浅 觉得自己啊 简直是没有办法出门啊 然后跟标书 完整的解释原文 郭林宗这个人啊 到汝南这个地方 去拜访 袁凤高 袁郎的时候呀 车还没有停稳 这个鞠铃和车厄 还没有卸下来 让马休息一下 这一会儿功夫啊 就撤了 但是他拜访 黄书渡的时候啊 却在他们家 整整住了两天两夜 别人问他怎么回事啊 郭林宗说呀 哎呀 这个黄书渡这个人啊 他的学问啊 非常之深 有如旺旺 看不到别的大池 这个水啊 非常多 想让他在那儿停下来 停不下来 想了棍子去搅呀 根本就探不到底 他的胸怀 他的学问啊 又宽又广 难以测量 周子居这个人啊 也经常说 哎呀 我呀 只要有一个月 没有看到黄书的黄老师 我就觉得自己啊 言语粗俗不堪 都没有办法和他相见了 这个自己的 粗陋的这个学问啊 马上就显现出来 最后更标书 完整的朗诵原文 郭林宗智辱难 造原凤高 车不停轨 乱不错愕 亦黄书度 乃弥日信诉 人问其故 林宗曰 书度 旺旺如 万寝之悲 瞪之不轻 扰之不拙 其气声广 难测量也 周子居长云 悟十月不见黄书度 则笔令之心 以复生意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 读懂天下之书 谢谢